现阶段林丹在场上这个速度方面还是没有把它展示出来 所以在这个对视过程当中呢 因为对方能够跟着上他的速度 如果球出来的并不是说那么质量不是那么差的话 林丹他也不会轻易去突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目前还看不到林丹他那些真正给对方有威胁有压力的球 对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你就可以看出来 只要双方多排回合一交手一有机会杀 那么林丹这个攻击力就非常的有威胁 现在呢就似乎看不到了 机会 他林丹打球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动作非常舒展 除了得分以外呢 就能看出一种体育运动和人体在空中的这种展示的美 中国香港队呢 他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中呢 他是并列第七 当时中国队是第一 韩国第二 印度尼西亚第三 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是并列第三 然后日本队第五 泰国队第六 香港 中国香港越南和印度并列第七 所以从中国香港队南队的实力来讲还是可以的 当时呢 他的出场的选手呢 有陈仁杰 徐伟浩 吴卫 杨李峰 今天出场的选手呢 胡运 他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 这时候也有耐心 对 放网 挑高球 大家看这球基本是往四个点走 两个底线脚 两个进往 压头顶 勾对脚 回勾对脚 还是拉拼高球到底线 漂亮 这是林丹那个高点批掉 这个球可以说双方来回还是比较多 在这个来回当中呢 都没有能够很好找到突击的机会 所以呢 双方还是只有比较平淡的这样去通过拉掉 那么最终林丹还是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吧 当然这样一个突击呢 也促使这个中国香港队的这位选手呢 因为来回比较多吧 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如果准备不够充碰的时候呢 虽然这个对方的突击不是很有威胁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 那林丹这个动作大家看很有学问啊 他往后退的时候步伐就像一把尺子 同时他眼睛还要看一下 斜着看一下 他认为这个球出界了 所以他就不接了 对 这段林丹打得比较耐心 是 得分不是靠这突击得分 而是在多拍回合的耐心中造成对方失误 对 一方面在这个多拍过程当中 林丹可以说处理的比较好 他对球呢 并不是说每个球要求很高 他所要把球能够打过去 所以对方呢 也没有很好的机会去突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终还是以对方的一些失误啊 叫做你注意到这一段 林丹的连续的大概赢了有六七分 他一直落后 但是呢到15平以后 你看捞回来打到15平 现在反过来以19比15的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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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